国子健来了女弟子,从剧名就能看出这是一部大女主网剧 大家都知道国子健历来只收男子 在那个时代,认为女子只会生育孩子 家庭主妇才是他们的位置 封建思想在他们脑子里根深蒂固 在剧中,作为女主角的桑琪也多次表示 来国子健并非只是为了赌约 而是想证明女子也可以成为国家栋梁 女子也可以进入国子健学习所有的知识 很多人都说看,国子健来了女弟子,容易上头 那么接下来,就提前为大家解读这部剧的精彩结局 喜欢这部剧的朋友们一起来看看吧 卓文远迎娶宋佳音 如果戏数这部剧中的反派 那么卓文远一定是其中之一 卓文远很现实,对婚姻并没有太大幻想 她对桑琪的态度完全基于桑家的势力 对她而言,利益才是婚姻长久的主导因素 爱情都是虚的 桑家不再如日中天 宋佳有很大发展空间 于是,卓文远听取姐姐的建议 迎娶了宋佳音 靠拢宋佳才能使卓家稳固朝廷中的地位 卓文远很会伪装自己 即便她不喜欢宋佳音 也会让外人觉得她很爱宋佳音 她究竟爱谁 或许连她自己都不知道 新婚之夜 卓文远就给宋佳音下马威 不仅让宋佳音独守空房 还将宋佳音锁在了新房中 而卓文远自己去找情人尽情潇洒 宋佳音从小娇生惯养 平时睡觉有侍女在身边伺候 然而新婚当天被卓文远独锁在屋内 怕黑的她自然对卓文远心有余悸 宋佳音不爱卓文远 心里很害怕 她怕卓文远用其他的方式对付她 甚至迫害她的家族 既然改变不了环境 只能改变自己 于是宋佳音成为了婚姻的牺牲品 屈服于卓文远的淫威之下 如此看来 婚姻对于无感情的人来说 确实是一座坟墓 桑琪成为女将军 上战场 桑琪本可以在父亲的羽翼下 无忧无虑成长 但是官场残酷 污蔑桑琪父亲篡夺皇位 皇帝圣怒之下将桑琪父亲打入大牢 最后惨死狱中 桑琪在一夜之间成为孤儿 父亲去世后 他以为大伯不远万里来到家中 是为了给父亲主持公道 洗刷冤屈 没想到他将桑家家产变卖 带桑琪回老家躲在避难 这不是桑家的作风 更不是桑琪父亲应该承受的冤屈 为了向皇帝表明桑家的忠诚 他主动请英围剿寇贼 捍卫父亲的尊严 原著中描写桑琪成为女将军这一段浪漫 从不涉足朝廷之势的燕云芝也要求主动上战场 其实是为了帮助桑琪 此外也想利用这件事让皇帝撤销与苏杰宇的婚约 同时赐婚桑琪 燕云芝不善表达自己的情感 却用实际行动保护最爱的人处处为对方着想 给桑琪温暖的避风港 桑琪历经挫折磨难完成了蜕变 重新审视自己父亲的突然离世 让他看清了现实的残酷